520才刚刚祝贺完赖总统就职 521今天就要来丁少立法院 继续决战国会改革法 要知道吗 520官里的这些外宾 未必都离开台湾了 今天绿委还要缠工吗 不 他们今天重新使用了花式拖延战术 柯建民总召要求休息协商 狼虾拔失踪 因为说人不舒服 绿委甚至为了拖延 已经不知道台上在表决什么呢 连自己提的法条都在打 今天关键的人是谁 韩国瑜 韩国瑜展现了要完成表决的军心 如何软中待硬 精准拿捏休息表决 表决再休息的节奏 来今天秀琳带我们来直击国会最前线 今天早上的立法院议场 仍然是7点开门 不过这一次7点一开门 并没有在门口就打成一团 因为今天是不需要送提案的 提案已经在院会里面了 所以针对上一次提案的相关的法条 照程序进行就可以 所以呢在门一打开 比较早到的蓝白立委 当然又先站住了主席台 所谓的站住主席台 重点是要保护主席台 希望议事能够进行 那民进党当然抢不到 这个主席台的原因是你太晚来 人家4点多就来 那你太晚来 那插队也插不进去 那这一次国民党看起来是比较有攻防策略的 就是有人先守住大门 等自己的人进去了之后呢 才让晚到的民进党立委可以进入异常 那大家依序进入 那国民党守住了主席台之后呢 韩国瑜站上主席台 说明今天的议事要如何的进行 不过底下的民进党立委还是持续的在鼓噪 那他说一句话底下就吵闹鼓噪 叫他不要开会 这个会议不能开 这个是反民主 这个是反国会 如何如何 韩国瑜非常有耐心的说 你们可以让我把话讲完 我只有三点 我把这三点讲完之后 就轮你们讲了 于是呢 他苦口婆心的劝这些民进党立委 最重要的是说 你们的总统赖清德 昨天才刚刚就职上任 你今天如果还要再早搞出冲突的场面的话 你要怎么给赖清德交代 韩国瑜是用同理心的方式来苦劝 这些民进党立委 然后呢 他开始在讲就是这件事情呢 国会打架这件事情 上片了国际媒体 让国际友人 没有办法看到台湾真善美的一面 而是看到丑陋的国会 那对他来讲 他这个心中感慨万千 他是一个感性的诉求 最后他就回应了柯建民 说好 那我们现在先不开会 我们先进行朝野协商 结果呢 韩国瑜已经说要进行朝野协商了 结果民进党拒绝出席 于是呢 这个朝野协商没有办法协商 这柯建民真的很奇怪 他从前两天就开始一直写文章 呼吁韩国瑜说 拯救国会就在你一宴之间 你只要讲四个字 休息协商 我们国会就得救了 我以前对你的这个攻击 我要跟你道歉 我都会收回 结果韩国瑜 说耶啊 院长也休息了 也协商了 我想休息协商 结果你说我拒绝出席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于是呢 韩国瑜说好吧 民进党拒绝协商 那我们就来开会 于是就开始进行了整个会议 那会议进行过程当中 民意也要求的是 清点人数 记名表决 重复表决 就在程序上面 希望能够一直拖延 那韩国瑜当然就照着 该有的议案就继续念 然后就继续的表决 那这个表决的速度 当过了第一条 藐视国会罪之后 柯建民坐不住了 柯建民说 我刚刚拒绝协商 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 我现在身体好了 我们可以来协商 继续拖 对 要继续把这个 整个议程往后拖 所以就继续协商 那协商完之后 仍然大家没有共识嘛 那就继续进到议场 来进行表决 那所谓的这个清点人数 韩国瑜用的议事的方式呢 是说好 那我们就来表决一个 要不要清点人数 于是大家一表决 当然票数上面蓝白就赢了 所以呢 就不需要再清点人数 那民进党还是继续吵 怎么可以不清点人数 这样不民主 韩国瑜就拿出了 这个周万来笔记本 里面有 行动字典了 苏嘉全院长任内 告诉大家说 现场呢 如果看到人数 没有突然暴增 或突然减少 没有明显的增减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清点人数了 这是过去有惯例 而且是在民进党 在国会多数的时候 所建立的惯例 那你柯建民 你过去是这么玩的 我就用你的魔法对付你 那你总不能说 今天跟上一次的状况不一样 韩国瑜当院长 跟苏嘉全当院长的时代 不一样 我们要有不同的标准 于是韩国瑜就一关难过 关关过的化解了这些争议 不过这里大家也知道 为什么那一天郭国文 要去推那个 七十几岁的秘书长周万来 要去抢他手上的笔记本 因为这个手上的笔记本 恐怕就是民进党当年 在立法院的议事过程当中 所建立的各种魔法 他怕被现在韩国瑜拿出来运用 所以就把他抢走 到现在都没还 好我们就看 就这段画面有没有 他突然化身变成四分位 准备要答正 抢了就要走 所以韩国瑜今天主持议会 软中待应 他也是有备而来 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老柯像刚刚秀琳讲的 你不是要我休息协商 我也喊了你拔死钟再来 他今天说 他就问 蓝白说 是不是已经接获中共的交代 要求限期完成国会改革法 不然你干嘛要急着过呢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呢 我们聊到这个地方 我要为您连线到 人在大院议事现场的原知 原知你人在现场 今天国会改革是你们的事 是朝野的事 跟习近平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观察 他就抹红嘛 就是说什么蓝白又在乱啊 乱给习近平看的啊 然后甚至于讲说 是习近平要我们在这边 推动国会改革 我觉得通常啦 只要抹红这招出现之后 就代表说没什么道理好真的啦 就是开始扣红帽子 这我们一定做对了什么啊 所以才会抹红这招又出现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好笑一件事情 因为蓝跟白加起来就是国会的多数 而且是台湾的民意多数 总共占了六成 那假设按照柯建民的说法 有六成的民意都是听习近平的 那台湾现在是不是要统一了 因为民进党自己也主张说 2300万人决定台湾的未来啊 那六成的人如果都听习近平的 那台湾现在是不是就要统一了 所以他这种扣红帽子啊 我认为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我们今天 其实通过这些国会改革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要加强监督 那监督的对象是谁 监督对象就是民进党 就是比如说针对 大家很觉得过去八年很奇怪的事情 50万的小吃店 他可以镜头几千万颗的鸡蛋 然后这些鸡蛋买了之后又坏掉 又要花钱来销毁 莫名其妙这浪费纳粹人的钱 还包括就是小吃店可以转型 可以做快筛生意 随便可以接到16.5亿的快筛的订单 就诸如此类 大家都觉得一般民众都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在过去国会没有调查权 没有听政权的情况之下 永远这些真相都没有办法见天日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都跟什么习近平无关了 而是说民进党是抗拒改革 他抗拒过去这些做法被人家发现 然后也可能怕耐清德上任之后 也会出现同样的事情 也会被监督 所以在抗拒 那因为他摆明要抗拒 没什么正当理由啦 所以只好又把习大大搬出来 就习维拉 找习近平出来救援 好 谢谢袁芝 所以靖平 拖延再拖延 就是今天绿委的主权力吗 没错 其实我认为他们是想把战线拉长 可是你看看他们 越把战线拉长 越拖延的话 我这边有这个TPOC 这个台湾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的 他的一个调查 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有民众党 他的一个负声量 还有他的一个网路好感度 民进党的负声量 已经来到了0.34 好感度是国民党0.34 民进党是0.24 然后民众党是0.21 那包括这个负面声量的折数 民进党已经超过11.2万折了 中间这个就是民进党 他的这个红色越高就负面声量 然后你看到的这个是65%的民众 支持国民党跟民众党团提出来的 国会改革的法案 就算是民进党说这是国会扩权 然后这个25%的民众才反对 那10%的民众是认为说 你这边吵来吵去反对你们打打闹闹 朝野都一样蓝白绿都一样了 所以大概的民意的趋向其实看得很清楚 还有不少的网路上的 当然我也不要说是酸言酸言还是什么 就是有点嘲讽说在立法院外的 这些民众还有一些包括学生 从上次这个520之前 上个礼拜5月17号到今天5月21号 学生在那边有一些人 然后还被网路形容是大型的面试现场 海选这个林非凡0.20万2.0的现场 所以你看都变成这样 我高度怀疑民进党是 的确想要复制太阳花 这个2014年翻版的太阳花的状况 所以在里面他们不断的把很多的事情 做一些重复的拖延的无效的 就像刚刚秀琳提到的 一个案子他要表决三次 然后包括民进党自己的表决 也要提案重复表决 他自己提的都要再重复表决 像有一个案子 是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三党都同意 这个不用再不予再增定 三党都没意见也没有要再增定条文 结果没想到当表决完之后呢 是108人出席 然后86人这个赞成 然后民进党要求重复表决 重复表决的结果108人出席 104人赞成 人更多 而且这个重复表决要求民进党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的 今天的战略有点混乱 但是混乱当中可以看得出来的企图 就是什么 他想要baker 想要用这个干扰 因为他知道人数表决一定不过 但是用这种枝枝结结的 想办法把时间拖长 所以以至于整个早上下来 只恶毒表决了这个通过的五条 那你对于整个国会的这个 立法委员这个职权金正法 你有这么多几十条这个条文 所以有可能国民党团 所以后来下午才又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说 希望能够表决到今天5月12点结束 因为他们开会到5月 如果今天还是没办法整个表决完 不排除这个礼拜五 也就是5月24号跟下个礼拜二 5月28号再战 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已经 吃了衬夺铁了心 我就是要表决通过 因为如果照民进党你以前这样玩 你十分钟之内 可以通过了这个前瞻建设 两分钟之内可以通过前瞻建设条例 十分钟之内可以修改劳基法的规定 然后砍掉了七天假 这个是以前民进党 国会多数其实玩得出来 所以今天其实碰到民进党 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就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才会说 他把战线拉长 无非就是要干扰议事运作 而我在议会这几年下来 我大概也看得出来 这就是民进党的伎修 好秀琳 所以这就是人家讲的 绿能你不能嘛 你所有的终归一个思想就是 程序不正义 刚举例的很多看不惯不惯的 可是这些都是绿营之前 占大多数的时候你在做的事啊 你看刚刚这个竞平局的例子嘛 2017年民进党 要通过8800亿的前瞻条例 那时候只花了多久 只花了两分钟 前瞻条例多大不投的法 两分钟就过了 两分钟就包裹表决 这个表决通过 那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更不用讲 那时候呢 为了要让陈局那一批监委 的人事同意权能够通过 立法院外面是围了团团的巨码 因为担心会有人来抗议 那今天是搭了满满的帐篷 但是没有太多人了 那帐篷底下的人 就是民进党想要里应外合 由外面的这一个公民团体 绿营的侧翼 然后呼应里面的这个拖延战术 那民进党心中的盘算是这样 我现在白天先拖延 让这个法条审议的速度变慢 那而且呢 我白天呢 不能够有太强力的 这一个对抗的行动 否则呢 可能体力不济啊 因为要撑到晚上 为什么 他们希望的是在下班时间 等到下班时间外面的民众 有人下班了 会来聚集 他觉得人数够多 里面就有底气 不过呢 这一个法案 国会改革法案 就像刚刚靖平所说的 民调当中 有65%的人是支持国会改革法案 就是说你的正当性不足 所以你希望能够创造 太阳花2.0 由外面的民意的压力 来让立法院不敢通过相关的法案 我觉得这一个如意算盘 恐怕是算错了 那特别是今天非常荒谬的场景 里面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表决 那个修正动议 再修正动议 有很多是民进党版 所以今天有通过了两条 这两条都是通过的是民进党版 否则你为什么投出来的票数 是100多票 106票 你想想看 国民党52席 五党籍2席 加起来是54 再加上民众党8席 好了才62 那在野党总共才62票 怎么会投出108票 都投出106票 投出86票 都超过了62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版本是民进党的版本 民进党呢 在没有发现这个版本 在野党也会一起投的时候 就自己 当然要投自己啊 我都提出的提案 我怎么可能自己不投自己 于是民进党51票投了 发现在野党也投我 于是就出现了106票 在议场内 有106票 蓝绿白共识 这么高的法案 就这样通过的时候 结果外面的这些民众 在民进党政治人物的怂恿之下 喊反对反对反对 那不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场景吗 这个提案是民进党的提案 外面的人在反对 那到底在反对什么 然后说这是黑箱啊 我觉得说黑箱 这件事很好笑的原因是 每一个法条 民进党都提了40个修正动议 如果你没看法条的条文怎么写 你没有看到哦 你说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条文 那我怎么修正啊 我没看到法条 我怎么写修正动议 然后我可以自己闭门造句 我不知道法条是什么 我就修正了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知道法条是什么 你才能写40个修正动议 你还可以再写40个 再修正动议 你怎么写了80个 你写了80个 然后你告诉我说 你没看过这个法条 这个法条是黑箱 那这到底是在渔民还是在骗谁啊 我觉得这些事情因为漏洞太多 所以民进党这一次的所谓的 对于国会的 国会改革法案的大动作的反对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要把整个立法院的公信力 把立法院的微信 把韩国瑜的这个微信打烂 他就是要给你翻桌 反正我输了 我就给你翻桌 因为我反正怎么表决都不会赢 我以后可能都是输的 我就让大家觉得 你这是一个不值得信赖 已经死掉的国会 反正你死掉了 所以呢 以后呢 我不管你 我赖心得为所欲为 我要做什么 我就自己做 反正你这个国会 是被我认定 就是已经死掉了 哦 要砸韩国瑜的贪 好 今天袁之呢 袁之你还在线上吗 袁之 袁之来告诉我们 今天在大院里面 你怎么观察韩国瑜院长 他去掌握那个协商休息休息 再协商开会 再表决 表决再开会 这样的一个灵巧 而且软中带硬 适时的就出手了 今天院长表现你怎么看 我觉得韩院长今天 很想要赶快通过版本 为什么 因为他有做几项准备嘛 第一个就是我刚讲的 他有特别去动用警察权 让警察来保护他 让他可以9点钟顺利举行 所以没有说像上次一样 又被包围 然后托半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韩院长他多少少 还是有尊重民进党 还是有尊重 因为柯建林总召 他们说要协商 那韩院长就说 好 那我们来协商 结果协商的时候 柯总召又说身体不好 又没出现 所以大家哭等了15分钟 那韩院长又回来开会 然后后来柯总召又 身体又好了 又说要协商了 那韩院长就说好吧 那我们再次协商 所以他还是多多少少 我觉得他还是有 户籍到朝野的和谐 跟尊重柯总召 所以再协商 但是我觉得他理数 有做了以后 可是民进党 还是继续杯葛的话 他还就是 顺着意识就继续下去 就像 刚刚跟你讲了 就是那一条 明明就是民进党自己的版本 然后国民党也觉得 那个版本有道理去支持他 结果民进党 为了拖延意识居然反对 那韩院长当然就 就忍不住酸两句啊 哦好 那现在民进党 反对自己的版本 我们就表达 就说讲这个 是讲给民进党听的 也是讲给看直播的 关心新闻的朋友听嘛 就是说 这个为了拖延意识有多荒谬 所以我觉得 韩院长这次 各方面都是表现不错 而且民进党 不断的在下面叫嚣嘛 骂 骂韩院长 说韩院长是什么 傅昆吉小弟啊 说韩院长草包啊 无能啊 脑袋空空啊 我觉得韩院长都不为所动啊 完全没有动怒啦 这个 耐心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认为他表现是100分 100分的韩院长 他这样打分数你怎么看 是刚刚袁芝说什么 过去这个民进党在下面 骂什么草包什么之类 可是大家回想一下 韩院长到现在为止 有口出一句恶言吗 完全没有 他展现了他过去四个字 叫爱与包容嘛 所以你看出来 即便民进党立委在礼拜五的时候 把他抱起来 双脚腾空起来 赖会员直接把他一把抓起来 他也是没有翻脸啊 甚至西中都快被扯破了 那今天同样如此 韩院长呢 他其实也是用 周万来 那个神秘的笔记本的规则 那过去是 所谓苏家杰所讲的东西 我用此之矛 攻此之盾 把他打回去 所以你看出来 民进党当下也傻了 如果今天台面上摆的是这个 所谓 赖心的说 多数要尊重少数 少数要服从对出这个照片 那我在用苏家权的这个过去的说法 在回解民进党 民进党在台下 其实就是猪八戒照镜子 那现在坦白讲 韩国瑜今天的工法很简单 他就是拿出一面照妖镜 我把这照镜拿出来之后 其实下面的民进党立委 就一一现行 甚至这个效应会影响到哪里 影响到场外的效应 场外不是说 民进党发动了所谓的青年 要来霸占立法院 甚至要占据所谓的青岛东路吗 但是来的人 并不是所谓非常多 我们其实从一个现象 就可以观察到 韩国瑜在当天立法院发生 所谓的意识重大乱斗的情况下 他发出了这个脸书叫 尊重民主 尊重意识 为立法院加油 点赞数到4万人 到现在为止4万人 你就看出来 现在韩国瑜的点赞数 的确的确比赖清德还要来多 那这某部分也造成一个消息 就是说 民进党如果在立法院 继续打斗下去 其实对赖清德的形象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加分 甚至有可能变扣分的情况 所以韩国瑜说得很清楚 如果连新总统就职第二天 你还要打到立法院 登上国际媒体的话 那个丢脸的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众党 那是民进党在丢脸 所以韩国瑜他现在看得分下去 他软硬兼施 软的话我跟你用讲道理的方式 硬的话怎么讲 我再问你一次 包括国民党跟民众党都要同意 然后同意要上来讲的案子 你们民进党要不要一起也要上来 民进党不回应 他给你来一个硬 不要回应的话 那我们就退回议事规则来处理 所以你看出来韩国瑜的软硬兼施 是有他的道理 那坎白讲他在整个舆论风向 也是占得住脚充 很多地方都可以呈现得出来 好 敬平我们最后看到了 民进党上上下下 现在就是一个目标 韩国瑜是民主的罪人 是国会的罪人 但韩国瑜也有备而来 你怎么看到今天的表现 你看今天这个审巴会跟老柯 他们在这个一个代表的发言那个时间 他们就充分掌握机会 把炮火集中火力 他们要激怒韩国瑜 可是你看到 包括尤其我很注意观察到 审巴会他骂完韩国瑜 包括他把以前 韩国瑜在台北现议员的时候 怎么去打油亲 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第一次当立委的时候 怎么去打陈水扁 成年往事 就像以前跟韩国瑜在选举 选总统 跟选高总市场 把韩国瑜过去的记录再翻出来 可是这些东西不是新鲜事的 所以审巴会像他们这种 为什么要讲的那么慷慨激昂 那么激动 他就是要激怒韩国瑜 韩国瑜在他上方 后来镜头带到韩国瑜之后 我看到韩国瑜是面无表情 他也没有好像看起来 微微震怒或者是不爽 等他们发完言 然后这个时间到了 他也马上照程序 念他的一个这个步骤 然后念什么 有没有意义怎么样 他就等于把程序 一直念完 因为他知道 你民进党就是会发言杯葛 就是会发言骂他 想要羞辱他 激怒他 然后其他的方式 你们就用你的程序去 用这样一个状况 他才不入你的圈套 对 所以韩国瑜就是 你骂你的 你做你的 那我念我的 我们其他国民党团 就做国民党 已经形成一种 好像Routine的这样 所以你看从 早上的这样的一个乱糟糟的 然后一直到下午 几乎就是这样状况 要不然就是进去后面 这个党团协商 就继续里面朝这个朝頤协商 所以民进党 大家也知道说没步了 那我就只能把所有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的状况 是他要把这个 这一场的今天最大的战犯 抓战犯韩国瑜 就是今天最大的战犯 但站在 我刚刚也给大家看 那个民意的反应了 和这个 所有的这个网络上的 这个风向跟反应 和舆论的反应 不见得都站在这个 民进党这一边 反而是不利于民进党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他当然要巩固 他自己的支持者 他的一个基本盘 同时又抓战犯 把这个矛头 全面指向这个 韩国瑜的时候 他想要让这个立法院 变成赖金德 借由民进党 来清理这样一个战场 除了去践踏 国会的尊严之外 能够让你国会的整个气质 把他压下去 我纵使不能让你过 这就是符合了赖金德 之前说的表决输了 但是我们不能输了民心 目前是表决输了 民心也有点输掉 所以他想要把这个 外面的舆论 所以你看到 他包括找了这个 国外的一些亲律的学者 和亲律的策異 还有台北律师公会这些 想要在舆论站扳回一层 他就是希望说 不要输了李子 输了也输了面子 到时候连输了这个 舆论的这个底气 到后面他们想要这个 把战线拉长的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民进党 后面想要这个更多的 累积他的香骂本的盘算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